国际市场方面 昨天国际油价暴跌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跌 另外今天早晨开盘的 日经二五指数跌幅超过2%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截至1号收盘 纽约三大股指全部收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于26583.42点 跌幅为1.05%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收于2953.56点 跌幅为0.9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于8111.12点 跌幅为0.79% 欧洲三大股指 一号涨跌不一 英国-1100指数 暴收于7584.87点 跌幅为0.03% 法国巴黎股市CC40指数 暴收于5557.41点 涨幅为0.7%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指数暴收于12253.15点 涨幅为0.53% 受中东地缘政治局势 和全球贸易形势影响 国际油价一号暴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9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53.95美元 跌幅为7.9% 10月交货的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60.5美元 跌幅为6.99% 虽然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 但投资者普遍认为 美联储一息会议 传达出的信号 鸽派程度不及预期 令黄金期价1号承压下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 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12月黄金期价1号 收于每盎司1432.4美元 跌幅为0.38% 收于每桶53.5美元